《天氣報告》 歡迎收看今晚的《天氣報告》 我是林鶴賢 本港今早的天氣比較多雲 下午有陽光 記者到下午在維港向東望出去 望向九龍東都比較清楚 至於氣溫方面 今天下午有陽光的關係 各區氣溫上升到多高 在市區上升到接近33度 新界很多地區更加到34、35度 如果看遠一點 在雷帶影像方面 看到在廣東內陸下午曬慶了 有些雷暴的發展 雷暴在東北風慢慢有機會移到香港 所以我們預計在今晚黃昏的時間 香港有機會有些雷暴和趙雨 看看大範圍的衛星雲圖 香港在這裏 看到香港附近雲量開手不算多 在內陸剛剛有些雷暴的發展 但如果看遠一點 在南海的中北部看到有很大的雲團 這就是最新形成的熱帶低氣壓 我們預計這個熱帶低氣壓在未來的三天 基本上是巡住一個偏西北的方向移動 以及逐漸地增強 有機會影響廣東東部 至到珠江口一帶 流雨這個風暫時離開我們都有一段距離 離開登陸還有三天 故此我們預計這個路徑有機會有些調整 所以大家記住要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氣報告 至於明天的天氣會是這樣 大致多雲 有幾陣驟雨和雷暴 最低氣溫約為28度 而明天日間報運時間有陽光 酷熱和煙霞 最高氣溫上到33度 風吹輕微致和緩近東北風 至於展望方面 記住在週末期間星期六、星期日 我們的天氣會逐漸地轉壞 有狂風大罩雨 風勢還是逐漸增強 似乎這個週末的天氣已經很一般 有機會打風 故此大家記住要留意天文台發出的最新天氣報告 今晚天氣講到這裡 祝大家一個愉快的晚上 再見